各位體育台的觀眾 我們繼續收看 亞洲保齡球巡迴賽的菲律賓賽站 仍然是女子組的四強賽事 另一場準決賽下線 也有馬來西亞的球手 就是沙菲雅 對手是來自菲律賓的寶莎迪斯 這次四強賽事中佔了三位馬來西亞球手 而馬來西亞的賽補率已經率先出線 究竟對手是同胞的沙菲雅 還是菲律賓的寶莎迪斯呢 這兩個球手就比較少在ABF Tour看到 一打的就是沙菲雅 看看新面孔會不會是靠生面孔 可以在沒壓力之下 因為兩個對手都不是太出名 沒壓力之下會有很多表現 暫時來說 第一球球兩個都可以打得到全盡 這位就是菲薩律師 兩球都是正手的球手 看了兩球 純粹動作方面 菲律賓的寶莎迪斯似乎佔優 馬來西亞的沙菲雅 在他的年紀應該是青年軍 對, 看上去都是小妹妹 看上去都是 應該在動作上較為幽暖 沒那麼穩定 但其實看看他的成績 看看是怎樣去晉級 沙菲雅在16強的時候 打了很好的成績 245分 淘汰了馬來西亞的葉敏儀 去到4強的時候 就爭了很遠, 174分 但新加坡陳美玲還差159 好 菲薩律師以女子球員來說 她拿的弧倒算得大 很厲害 再看看他的對手沙菲雅的表現如何 他的動作很未成熟 特別是他在後擺 你看到後擺, 整個肩膀都在動 看來在第16強的時候 那個245分 打完頭四格都沒甚麼機會可以實現出來了 不過他可能是最初上電視影響了動作 沒錯, 來到市E強的時候 就有電視影響 甚至當地應該會有電視直播 所以都有點緊張 但現場的燈光 其實對一個球手都頗不習慣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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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來說 暫時保特沙迪斯很穩定 再一次分平沙菲雅 其實我們有時候可以看一些球手 各位觀眾可以留意一下他們的手 有些人會帶了一些護腕 有些球手是沒有帶的 在打保齡球時他們是可以帶護腕 但為甚麼有些人會不帶呢 因為他們是連接一些出手 連接一些動作是不能有一個護腕 這些比較傳統的出手 就需要一個護腕 令自己更加穩定 現在很明顯剛才兩位球手 就是一個帶著的護腕 一個是沒有的 沙菲雅可能還是較幼暖 還是需要在動作上多點磨鍊 其實以保沙迪斯的晉級過程 就是16強 他打出了226分 淘汰了中華台北的王雅廷 在到八強的時候 保沙迪斯213分 就擊敗了馬來西亞的賴慶娥 保沙迪斯後面相當多的啦啦隊 這次女子組的賽事 四個總之球手 都在第一圈 就是16強的時候 已經是出局了 這些球道比較容易打的 他打出去那個起鑽的位置 可以欠差不多三至四個板 他仍然是可以回到他的口袋那裡 那對於看的觀眾會比較好看 因為大家都會打出高分 其實保沙迪斯也是很年輕的 自己只是十九歲 但是魚雀呢 沙菲雅就更加小 我看見到整個手肘都曲起來了 整個手臂都擺起來了 整個手臂都擺起來了 但是又打到一個全中 我看見到這個手臂都擺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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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到這個手臂的手臂都擺起來了 他正在練習一些男性球員做的動作 因為現在保齡的水準越來越高 女子球員那邊 很多都開始練習男性球的動作了 但可能他們的身體的力量 未用得那麼好 所以還未發揮得很好 再看看保沙迪斯的表現 暫時來講他一直都會拿著來打的 那之前的兩圈都可以打到二百分以上 這個比賽 根本保沙迪斯去到這個階段 是完全沒有壓力的 因為阿薩迪亞除了分數沒辦法迫近他之外 還要是他的線度也保持得不穩定 在一個球員來說 保沙迪斯是完全不會擔心對手可以追到他 他現在只會盡情自己在這裡表現 對,這些圖太賽是一來一回 還有自己表現好 有信心之外 對手的失準也能給予他很大的信心 是 因為只要自己現在不再有甚麼嚴重失誤 除非全部打落坑 否則基本上都可以贏了 只剩下這兩球 好… 對… 只會看見一個月打就好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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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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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千人圍著那邊看 震撼性更加大 後面很吵,每打完球球 手震的,站著眸球也不用震撼 尤其那些賽事打梯級的壓力更大 打梯級賽,也問過一些球手 別想自己一早入了決賽就很舒服 反而不一定是好事 因為在等待,看著別人打 只能打一個等待,可能還會攤冷了 這場球,保莎迪斯都輕鬆鬆贏了 結果保莎迪斯打到248分 到目前為止是這次 菲律賓賽站女子組裡最高的分數 因為沙林舒基利在上一圈打過246分 另一位菲律賓球手就是… 加拿利在第一圈打過244分 而沙菲亞打過245分 但現在保莎迪斯248分 在保莎迪斯後面那位男士 其實也是菲律賓一個很有名的球手 沙菲亞只不過是15歲 其實還有很多機會可以進步 這個動作其實是很強的 將來承受了之後 他的球一定會很強 沒錯,除了… 如果我現在練習的動作 他在將來發育健全的時候 他的力量和支持 可能還有很大的空間進步 先打個保重 結果沙菲亞只有160分 跟他在第一圈的245分 有很大的出入 結果在這個準決賽中 菲律賓的保莎迪斯是以248分 一共是88分之差 拋離了馬來西亞的沙菲亞 去晉身決賽 將會跟另一位馬來西亞球手 蔡寶律爭奪 菲律賓賽站的女子組冠軍 入雷